嫁女儿时要选择贤良有德的女婿 娶媳妇则应选孝顺、贤淑的女子 太上感应篇提到男婴忠良、女婴柔顺 因此选择配偶应重德不重力 不要贪求丰厚的嫁妆或重聘金 重视的是德性和义而非利益 这道理同样适用于交朋友、选公司、选领导或下属 应以重义轻利为标准 用人若本末导致,则公司亦被拖垮